三個禮拜講成過 我們大概重複的重點是在零售 就是重複的估計 估計裡面中的估計 定期盤前置之下 還顯身的估計的方法 兩個方法其實在五出發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 直到的更快 也就是零售下方的時候 多了很多的條件進來 就是多了很多的交易形態 或者是交易的狀況發生 在零售下方的下座 就是近三個禮拜 那七月第六章呢 還有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呢 其實零售的一些禮貨 所以我現在用比較短的時間 帶過 然後就說A又沒有什麼 這些東西 大家都很多忘了 兩個議題呢 一個是在 兩百三十 兩百三十一頁 也就是說期末存貨 期末存貨它的盤點 那盤點呢 是不是眼見為平呢 沒有看到的東西都不算呢 還是所有我看到的東西 都算是我的存貨呢 所以我們在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比較簡單的一個判斷依據 就是所有權 如果這一批貨 所有權不是你的 不是公司的 雖然放在公司的倉庫裡面 還是什麼 還是這個還是別人的東西啊 因為所有權不是你的 不是公司 所以呢 怎麼樣判斷是你的 主謀最容易的一個標準 或者是一個準則 就是 你擁護擁有它 怎麼算擁有 也就是說你有決定賣 或不賣 你什麼價格賣 這才是這裡有所有權 所以呢 如果你是 呃 呃 也就是說呢 我是被敵人委託來銷售的 這種叫做 呈銷品 那 呈銷品所有權是寫的 企銷人的 所以呢 這個呈銷品 雖然在我的倉庫裡面 但是 它不是公司的商品 所以公司沒有對它擁有 所有權 當然它卻不是公司的存貨 那另外一種 相對之下 我剛剛講 企銷品 企銷品呢 東西不在我的倉庫裡面 不在公司裡面 我呢 是委託到哪裡 委託給 寄一下 這個呈銷人了 雖然這個 不在公司裡面 但是所有的 也是公司的 所以當然是 算是公司的存貨 好 再來是再途商品 再途商品呢 最大的 要留意到的是 它的交貨條件 如果是請運點交貨 換言 只要請運呢 所有權 就無法賣 8分 如果是目的地交貨 那在運動途中 或者在途商品 多以前還是賣方的 雖然它還沒有 再還沒有 也雖然不在公司的 倉庫裡面 但是 它因為所有的 公司的出局 在盤點的時候 雖然沒有辦法盤點 包括它實際上的 數量 但是 它還是公司的存貨 這個還是算公司的 存貨要包含的範圍 這是231頁 知道的 那會比較留意 這個 因為這個 存貨的所有權 或者是存貨的借利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好 那再來呢 5132頁 貨滿回協定的銷貨 我東西賣給你了 好 我東西已經離交了 已經賣給你了 雖然所有權 已經已賣了 但是呢 在買賣簽訂合約的同時 買賣雙方 除了簽訂買賣合約之外 全部付了一個 還加了一個合約 就是什麼 賣方 經過落乾淨之後 有買回來的意義 這個叫做什麼 不買回協議的銷貨 它這種銷貨 形式上是銷貨了 但是實質上有沒有銷貨呢 沒有 因為公司呢 賣方還要把它買回來 它情同它就沒有賣嘛 因為它有協議喔 你沒有做進去 你是不可以的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銷貨也不是真正的銷貨 它其實實質上有點什麼意義呢 就是實質上是什麼 賣方 就是買賣合約上的賣方 把它的商品當作是什麼 借款的抵押品 所以實質上它是一個什麼 借款的這個等值 它是有融資的限制在裡頭的 所以最近告訴你說 如果像這種情形的話 在我們232頁第三點的告訴第二行 不願列銷貨收入 你竟然不能列銷貨收入 但因為你就是拿到錢了嘛 但你就是借現金帶你的什麼 借款 好 如果你有拿到錢 就借現金帶短期借款 那你的存貨既然沒有實質上的賣出去 所以存貨還是你的存貨 就沒有銷貨成本 那記得沒有銷貨收入就沒有銷貨成本 這是一個什麼 相規定的 沒有收入就一定有成本 你如果沒有存在收入 沒有收入的事實就不會有存貨的發生 所以這邊就講說 雖然是一個不買回協議的銷貨 好 形式上是銷貨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融資的限制存在 那個經濟事實就是借款 所以你就不能承認銷貨收入 那不能承認銷貨收入 當然就不會有成本的發生 那既然沒有成本 存貨還是在公司裡面啊 還是在公司的 好 那只是要註明什麼 要註明一下 這個季地存貨地 即壓借款的事實 好 因為我剛講了 這存貨就相當於相當保密 那第四種是高退貨率的銷貨 這我們也要先去看看一下 高退貨率 什麼東西是高退貨率 要想想看啊 什麼東西 什麼樣子的東西 商品 它是屬於高退貨率的 你先去想退貨的問題 什麼東西會有貴貨 而且事實上 就是必要被發生的 什麼東西一定會有貴貨 你現在眼前想到的商品 什麼東西會有貴貨 什麼東西會有貴貨 是必要講它的恐慨 有貴貨 大販承知的原則 這不是常態 這不是常態 不是境外 我們要講的常態會發生的成果 哪一種 衣服 為什麼會退貨 不是常态性的 就是有退货的事实存在的几率是很高的 什么东西 不太会 什么样的东西 你想说你买 你买进来 或者是说你批货进来 像刚刚刚刚才讲的我批货好了 那批货当然有两种 你是代销还是买断 你代销那也没有退货的问题 因为我帮你卖嘛 没完我是还给你而已 我是代销就是什么 很像计销全销的概念 那如果买断 就我买断还进来了 我到时候不好卖 卖不出去那是我眼光不好 就选到不好的东西消费者不买 所以你也基本上是不会有退货的 基本上 但交易条件是各式各样的 是原则上的 因为发现你理所当然可以退货的 什么样东西呢 就交易来了吗 就交易来了吗 就交易 就交易 抽出他 他跟我讲出他一定上课不会打瞌睡 结果他就没来 好 好 你有来 好 那你说一下好了 你那我再问什么问题吗 你知道我的问题吗 你知道我的问题吗 不知道 好 天德顺呢 没有来 在那里 在那里 因为我想问你上次就那里 那你说 你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商品 不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講 好 有沒有什麼人可以講一下 你認為什麼樣的商品 最容易產生退貨的情形呢 因為最近在看我們有空白的筆記 感覺的計算值 所以沒有誰可以講 這個還蠻厚的 這是張雅達銀行的 而且這樣還不錯 什麼商品 你現在想像得到 它會發生退貨 好像是 你知道我這邊就是常態嗎 你一定會想得到 你每天再去買東西的地方 這個地方賣的東西裡面 有一些東西是 它只要沒有賣出去 是必然是可以推貨 照科書 照科書當然也是 可是它是一學期的 一學期才一次 基本上來講 像它有分啊 我後來感覺到他們 像過你去訂書的話 他說如果你是原文書 它是不給你退貨的 你需要多少百分 它就幫你訂 所以作文來講 它只是訂貨 它也不賺 它中文書的話呢 它是可以退貨 可是就等於是什麼 它也不叫退貨 也許 當然那種交易條件 它沒有退貨 它也可以把它加上啊 我想說這一定有一些東西 它也是很容易看到的 什麼東西 牛奶 好 當然一個牛奶也是 好 經常一個呢 更容易你每天都一定看到的報紙啊 你報紙 你今天會去超商買昨天的報紙嗎 基本上是不會吧 昨天有什麼大特別的新聞 你想要 你想要把它留存下來 要不然的話基本上你是不會去 像報紙的東西是 過了 還是什麼 它就可以退貨了 退會給報社 或者是有期 就是說週刊 然後每一週會出來的 這種年齡可能會什麼 欸 比如說上個禮拜 週刊的 這個禮拜還有賣 還沒有賣 我就會有辦法退貨 所以像這種 這種是最容易最常見到 會退貨的 所以這種退貨就是我們已經講的 好 那如果是高退貨率 也就是說我 比如說好了 像報紙可能還好 因為每家門市可能它這個 大概固定像說 它每一天它會賣週刊 所以可能它會賣十份報紙 它可能訂了十二份 那最終它或許退了兩份或三份 好 就是可能 好大致的其實它可以孤 但是有些狀況的其實是蠻難逆的 比如說 好 我覺得最常看到應該是地圖 那個地圖呢 可以像這個街道常常在拓寬啊 好 或者是尤其是比較偏遠的地方的 那個滑路 像 像高雄市區 其實它有很多 新興開發的區域喔 比如說像 蔚臺英修學校的那個校舍 在人物裡面 你也沒有去看過嗎 好 如果你經過了道內人物 你可以去看中間大學 它有個校舍 不過聽起來好像是 嗯 目前還不太好 但是那個框 那周圍 大概那個 不能說三百公里 三百公里地方太遠 大概周圍一公里之內 是沒有任何住的商家的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來講 這個 呃 像人物地區就開發了很多的 新的道路 好 所以有時候呢 你像用那個 Google Map 可能update的速度快一點 那如果像那個 有些什麼 灰星導航 我們常聊灰星導航 有些是因為它開了新路以後 它自己沒有更新 好 所以像這種的話 像地圖有這種 很容易 那地圖呢 你你製作了之後 你不曉得多久 它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 所以呢 這個退貨呢 它很高的退貨率 但是這種 退貨你其實是 你沒有辦法去估計的 你現在先進了 一千元的特徒 一百本金才到手 你沒什麼多少 所以像這種高退貨率的消貨 它的交易怎麼做 基本上要看 第一個 如果 兩種情景 如果你可以估 好 它雖然是高退貨率 但是我可以估計出來 但它的退貨率是30% 也就是說 雖然是高退貨率 但是我可以估計的出來它的退貨率的話 那我依然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估計 那你就先不要承認收入 等到退貨期間過了 你確定你賣了多少了 你再承認你的消貨收入 那換言之 就是我一直在講喔 你能夠承認消貨收入 才必須承認你的成本 如果你沒有辦法承認你的收入 就是說你事實上 不能承認有這個消貨的事實的話 事實上你就是什麼 不會有消貨成本的發生 所以這個觀念你要自己有 這是一個相對應的關係 所以像這種呢 它說 好 如果說第一種 可以合理的估計的話 那我就可以什麼 在出貨的時候就承認消貨收入 那當然呢 既然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我就可以承認消貨成本 好 那退貨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什麼 就會這個 就會把成本收回來 這是基本上這個 我們的處理方式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合理估計的話呢 我就暫時不認定消貨收入 等到這批商 不認定消貨收入 這批商品還是賣方的 等到我退貨期間借滿了 退貨的金額確定之後 再承認它的收入 好 這是高退貨率的消貨 好 那分期付款銷貨 分期付款銷貨 分期付款銷貨 基本上分期付款 所有全已經已換了 只是買方 付錢的那個方式 是分期付款的 所以基本上分期付款的銷貨 它也是什麼 正常來講 它也是跟一般的銷貨是一樣的 只是它收款的時間比較長 好 所以這種分期付款銷貨 它連則上分期付款銷貨 只是收款行業較長 好 那如果它的賬款收回 有不確定性比較高的話 那你待就 你就要合理估計出比較合理的 待賬更用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分期付款銷貨 連則上也是跟一般的銷貨一樣 只是說因為它收款行業比較長 發生待賬的機率就比較高 因此承認的待賬率就會比較高 就是這樣而已 好 所以只要是合理的估計進來 合理的估計可能收付回來的金額是多少的話 它就要承認銷貨收入及相關的成本 跟待賬的費用 好 就是非期付款銷貨 那當然存貨的錯誤 當然我們講那麼多重點就在於 我們要講如果你存貨發現錯誤的話 那錯誤兩年之後會自動充正 好 因為今年的期末存貨錯誤 會影響明年的期出存貨也會錯誤 那明年的期出存貨錯誤的話 當然明年的這個下一個年度 下一個年度的消貨成本就會錯誤 消貨成本錯誤 毛利錯本期進入就錯 但是如果那個下一個年度的結賬之後 它就自動充正了 這是一個關於存貨錯誤的問題 那後面你自己先看一下 好 這是那事例二 你認真看一下它的例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三 這個236頁 例子我都不講了 236頁 事例二你自己看 別發現存貨錯誤的話 那你要記得我自己講一點 就是你要特別知道 你要腦筋清楚去 如果依所有權來判斷 好 那這是第一個 好 存貨怎麼決定 依所有權來判斷 然後再來第二個 再度商品呢 再依所有權來判斷之外 你要記得如果你還會 你已經什麼 所有權已經移轉了 如果你是賣方 就可以承認消費收入 如果是買方 你就要承認你的進貨 它就是你存貨 所以這個地方 在事項 你就要特別去看一下 然後再看一下呢 存貨的評價 就是期末的問題了 好 期末的評價呢 我們的存貨評價要採取 靜電線價值 成本與靜電線價值數低吧 那成本沒有問題嘛 我們前面講的成本有種怎麼設 你是先進先出還是平均成本 還是特別認定法 就是要決定你的成本 那再來呢 我的期末評價的時候 我的靜電線價值怎麼決定 什麼叫做靜電線價值 就是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好 運收賬款的靜電線價值是指 運收賬款減費比呆帳 運收賬款的靜電線價值是指 運收賬款減掉費比呆帳 存貨的靜電線價值是指 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好 所以呢 我們存貨的期末評價 大概是採取成本與靜電線價值數低吧 所以剛剛已經講什麼是成本了 根據你的成本的動作 所以指定出來 什麼是你的靜電線價值 也就是你的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叫做靜電線價值 好 那我們呢 評價的時候當然 如果我的成本低於這個靜電線價值 那換言之價格這個是你先賣的話會不會賺 那這種的話未實現利益我是不承認的 好這是我們的問題 這個所謂的審慎性 那如果說呢 我的成本是高於靜電線價值 我就要承認存貨疊價損失 好 存貨疊價損失它的快捷處理方式有兩個 一個叫做直接法 一個叫做被抵法 所謂的被抵法意思是 當我承認我的存貨疊價損失的時候 我是借存貨疊價損失 代計被抵法 好 存貨疊價損失 這是被抵法 好 好 因為只有被抵法 這個信息蠻容易去認定它的 好 另外一個叫直接法 或者叫直接衝銷法 當我發現成本低於成本高於靜電線價值的時候 這個我借存貨疊價損失 那不是你的 這邊是疊價損失 我少使 我就是簡單一點解決定是一樣 疊價損失 代計 存貨 就這樣吧 這樣的不同 不同在於你的代方科目怎麼寫 直接法呢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疊價 從我的存貨的成本扣掉 那被抵法呢 我是沒有直接代計存貨 我用一個被抵存貨疊價損失 那存貨被抵存貨疊價損失 好 所以它只是這個科目上面的不同而已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存貨疊價損失被的科目 好 我剛剛先講代方 代方的科目怎麼寫 然後影響是什麼 如果直接代計存貨是最簡單的 存貨值最減少 那被抵存貨疊價損失 基本上那就是什麼 存貨的減價 好 所以這兩種表達方式 在你的資產負債表會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一個只是直接從存貨把它剪掉 一個是把它列在存貨的 下面大概剪一下 但是它的進額也是怎麼 跟直接扣掉存貨一樣的 好 所以我說了這兩種寫法 在資產負債表是完全一樣 然後呢 再存貨疊了一定也完全一樣 因為你的資產貨疊價損失 都是損益表的科目 損失嘛 損益科目當然就是損益表的科目 然後這個科目放在損益表的哪裡? 放在損益表的哪裡? 好 這個科目放在損益表的哪裡? 消貨成本 營業費用 其他損益 營業外損益 好 消貨成本 好 這是我們在第二章幾期 在講綜合屬意表的時候 也有講到國際會計準則 你可以講明確的規定 存貨疊價損失是消貨成本的加項 成本更加了 好 所以這個是特別留意 把他的帳戶處理 你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當然 一開始是這樣寫 差異在這個地方 對於資產貨疊表跟損益表 其實是都一樣的 但是隔年度 這樣做的時候 你要特別留意囉 好 這個貝底的期 貝底那麼原則上 好 給大家那種處理方式 一種方式是 期末 每隔年年初 我就先去衝 把它調整 就是借貝底出貨再存貨 另外一種是我唸 那個期末的時候 再去重新估計 我的存貨疊價損失 有沒有增加 有沒有減少 好 如果我存貨的那個疊價損失 是有貝底的金額 沒那麼大了 我可以存在什麼 存貨回生意 這個在我們的勢力三 實際是有提到的 好 剛開始成立的科目 是很簡單的 但是後續的書 你要怎麼做 好 現在勢力三 它實際不是很困難 就是 你備得的科目 就是期末 再去做 重新估計 好 評價呢 是每一年都要做的 好 評價的科目 是每年都要做的 好 評價的科目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如果貝底的話 期末要怎麼做 就是 合年度的 假設第一年 我承認的貝底比較準時 第二年 好 這樣子好了 我們假設說 第一年 我的存貨 那些 我承認的 我承認的 我承認的